澳洲媒體《週末 澳洲人報》4號披露 受僱於中共規方的科學家周玉琛早在2020年2月24日 就已經研發好病毒疫苗並提出專利申請 而這個時間點是在中共承認COVID-19中共病毒武漢輝染會人傳人之後 只是過了5個星期 又過了3個月周玉琛卻神被死亡 任職在澳洲福林德斯大學的疫苗科學家 比卓·富斯基向《澳洲人報》表示 能夠在這麼快研發出疫苗是前所未見的 有人懷疑這項工作可能早就開始了 2019年12月武漢中心醫院醫師李文亮 在通訊群組向親友發出疫情警訊 成為已知的第一個疫情吹哨人 但遭到中共當局訓誡 2020年1月18日 武漢八部庭社區 在不知道疫情的嚴重性下 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萬家營大型群聚 2020年1月23日 中共宣布武漢封城 2020年2月24日 中共軍事科學院的科學家 周玉琛等人申請疫苗專利 周玉琛3個月後神秘死亡 2021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代表 國藥控股董事長于清明自己透露 早在2020年3月 國藥集團高層就已經接種了疫苗 種種的時間點 讓外界質疑疫情爆發 疫苗研發的真正時間點 以及病毒來源的真相 以及病毒來源的真相 小噴嚐